沒有訪問 故事不出 沒有訪問 故事不出 民進黨立委們 身穿黑色上衣 人手一雙藍白拖 一言不合就在議場裡 製造各種聲響 議會議是委員部的攜帶麥克風 旗桿 棍棒 等與議事無關之物品 進入會場 並不得破壞議事設備 請大家共同遵守 議場內為了國會改革 鬧成一片 韓國瑜也忍不住出聲制止 但就在吵吵鬧鬧的過程中 聽政權二讀已經通過 只是國會改革戰進行到第三回 藍綠明顯轉為口水戰 不像前兩次大打出手 從武鬥變成文攻 但是該抗議的也沒少 議場前 既民表決 歷史負責 歷史負責 黨會先 黨會重選 黨會重選 國會改革戰進行到位 藍綠就在你一眼我一句中多次進行表決 但是表決過程中卻一度出了差錯 報告院會現在在場出席111人 贊成者59人 贊成者多數 明明民進黨立委全道也只有51人 卻出現了59票 這是藍營有人倒戈 還是發生了靈異事件 共同提議重複表決 現在進行舉手重複表決 國民黨立委們被這結果 嚇到面面相去 趕緊提議重複表決 但國會改革案來到第三回 綠營同樣大玩議事規則 不斷登記發言 試圖要拖延進度 從一早的呼喊示威 到議場內的吵吵鬧鬧 這回繼續站又得站到午夜 國會改革靠什麼 或許就是立委們的嘴上功夫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台北報導 好 你剛剛看到的是場外的狀況 場內的部分 尤其今天國民黨立委柯志恩透露了 韓國瑜因為主持議事受傷 而且他傷口竟然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政治觀察室時間 交給主播陳敬寧 好 請帶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現在議場裡頭 持續審的是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不過在今天的時候 國民黨立委柯志恩就透露了 立法院長韓國瑜其實他的身上有傷 而且呢 這傷勢還蠻嚴重的 主要因為呢 韓國瑜在昨天接見貴賓的時候 那麼就掀開了他的衣服 露出他腰部以上 那麼有這個包紮 這明顯是到醫院或者是診所裡頭去進行治療 那麼柯志恩就說了對比有一些立委受傷 喊得正天響 但是韓國瑜明明有受傷 卻沒有對外說 我們就來聽一下稍早柯志恩的說明 因為韓國瑜接見我們的高雄的鄉親 因為對於鄉親來說 他非常的關心他的身體 所以說這個院長在送別鄉親的時候 就撂開他自己的衣服 那你就會發現在他的腰之上面呢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包紮 那個包紮應該不是只是 這個他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這個女委員去抱他的淤親 那個包紮在我們看來 每個人都看到 應該是到診所或到醫院 來做的一個傷口上的一個包紮 那院長就是強調 他不會去說 因為他覺得很多人都很關切 所以他就是要不是因為這個鄉親 這樣子給他很多的一些鼓勵 他剛好臨時就做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比大家所想像的壓力還要大 他所受的傷 可能在這個肩膀還有這個手臂 那最重要是我們就很明白的 看到一個非常大的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的一個傷口 所以大家就祝福他早日康復 那院長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在這次的院會的這個過程當中 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 好可以聽到呢 這國民黨立委柯貞表示其實韓國瑜現在受傷了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議場裡頭 現在立法院長韓國瑜仍舊呢 是坐在他的位子上頭持續的主持會議 現在進行到的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定第九章之一 那麼在發言的立委是林俊憲 好在下午的這段時間持續要審的是有關於像是國會聽政權 以及在刑法部分呢要增定藐視過國會罪等等 那麼在今天國民黨希望相關的法案都可以來進行三讀喔 好那麼稍待會在立法院有最新的狀況會再為您做掌握 我先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立任續審國會改革法案 不過藍尾陳雪森一句沒有討論才是民主引發的話題 政治觀察室把時間交給主播陳晶怡 好所以在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在下午的這段時間持續審查的是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那麼現在民進黨呢喊出的口號就是說呢 沒有討論就不是民主 那麼不知道是不是這口號太響亮了 藍尹想要反制不料卻有些失言 這是國民黨立委陳雪森 他就喊出了沒有討論才是民主 他是坐在他的位置上說的喔 所以他此話一出呢讓立委顯得有些驚訝 現在就因為他的這句話現在在網路上頭引發討論 好另外一個畫面則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好這真的是舉步維艱 因為他之前在517衝突的時候呢摔下主席台 那麼這幾天出席的時候都是戴上了 護腰好他今天為了要走上他的發言台 幾乎可以說三秒鐘才有辦法走一步喔 那麼就是因為這樣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 所以包含郭國文包含民進黨立委邱志偉 今天就喊出他們要告國民黨立委 像是邱志偉就說了 他是被呢包括謝龍介在內的四名國民黨立委 推下主席台所以呢要針對他們提告殺人未遂 我們一起來聽 這三位用盡全力把我從主席台往下推 台下是謝龍介他以用盡全力拉我的手 拉我的這個腰整個人把我扯下來 謝龍介竟然說是剛好而已 造成同事的終身癱瘓甚至死亡 這是一個重傷害跟殺人未遂 殺人未遂是一個殺人罪 你造成重傷害跟殺人罪 視為理所當然 對於這種心態對這種言論 我們斷斷無法接受 一定要用司法來保護國會的安全 好除了提告之外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議場裡頭也被民進黨貼滿了 他們的標語喊出的就是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好面對這樣的口號藍白又如何反制呢 他們是喊出了迴避監督綠色集權等等 那麼可以看到呢現在在立法院裡頭又在進行清點人數 其實每一個條文的時候呢 民進黨就會提出他們要清點人數 或者是呢他們要採用的是點名表決 表決完之後又會再提要重複表決 像是之前陳韻征就說了 一個條文呢就要這樣表決八次 可能呢就要表決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才有辦法通過一個條文哦 因此稍待會在議場裡頭 如果有通過哪一個條文會再為您做掌握 先把時間交換給朋友 好 原來還在持續的續審國會的改革法案 那麼今天下午最新的進程則是 民進黨立委準備了藍白拖 而且人手一雙用拍打的方式來製造出聲音 那麼政治觀察時間交給主播陳靜宜 好 隨便帶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現在是下午的2點05分 在立法院議場裡頭持續進行的是國會改革相關法案的審查 那麼持續的審查持續的表決 而你也可以發現了在民進黨立委的手上呢 都多了人手一雙道具 那就是藍白拖 民進黨就拿起這個藍白拖當成自己的樂器響版 邊打藍白拖 那麼邊喊出他們的口號 當然這個藍白拖要共刺的就是藍白兩黨力推的國會改革法案 那麼也在稍早韓國瑜一進場的時候 他們就拿起了這個藍白拖來這個打節拍韓口號 我們一起來聽 第五十號之六 不予增定 民進黨老闆再說震動第五十號之六 不予增定 宣讀完畢 我們可以看到這民進黨立委就拿起了手上的藍白拖當成他們今天下午的一個道具使用 不過就因為他們帶了這個藍白拖 所以稍早韓國瑜也特別說了不要帶和意識無關的物品 不過民進黨立委認為說這是藍白拖這是拖鞋應該可以吧 我們就來聽韓國瑜的說法 議事業會 以上立法院議場安全維護及管理要點第七條規定 會議時委員部的攜帶麥克風 旗桿 棍棒等與意識無關的物品進入會場 並不得破壞意識設備 請大家共同尊重 選民救援 選民救援 我們還可以觀察到的是在立法院的議場裡頭 就在中午的這段時間其實民進黨就去更換了他們的標語 現在統一標語他們就是要喊出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那藍營又如何來反制呢他們就說啊他們要國會改革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呢 那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因為如果是人數上來算的話民進黨卻是表決會輸 所以他們在論述上要拚了他們就是喊出沒討論不民主 甚至這口號不知道是不是太過於響亮在稍早的時候國民黨立委陳雪生他也跟著喊沒討論沒民主 是為了阻擋他每一條都不討論啦 大家待會兒再以上 到了長野協商 民進黨黨團第一